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准备的食材有 适量的盐 15克的阿桑 2克的盐碎籽 适量的胡椒粉 16克的黑糖 首先将糯米洗干净 浸泡2小时 在锅里倒入适量的水 放上铺上一块布的蒸锅 倒入以浸泡2个小时的糯米 放上斑兰叶 盖上盖子 蒸20分钟 香辣椒干浸泡在水里 酥油渣也一样浸泡在水里 将香茅切小段 放到碗里 备用 香花也一样切小段 放到碗里 备用 风干液卷起来 切丝 放到碗里 备用 红辣椒去紫 切断 放到碗里 备用 南姜 南姜去皮切片 放到碗里 备用 黄姜 黄姜也一样去皮切片 放到碗里 备用 把植物放到碗里 放到碗里 将姜花 香毛 石骨仔 黄姜 南姜 辣椒干 红辣椒 风干液 素油渣 阿桑 和大约150毫升的油倒入搅拌器里 搅打至泥状 糯米蒸了20分钟后 将糯米放到大碗里 在椰浆里 倒入适量的盐 搅拌均匀 将加入盐的椰浆 分大约4-4倒入糯米中 翻拌均匀 � Claire船可 煎完 你把大碗里搅拌快 中熟 白料 将翻拌好的糯米饭 倒入铺着一块布的蒸锅里 继续蒸15分钟 蒸好后,糯米饭的部分就完成啦 现在用平底锅小火烤香蕉叶 这样除了让香蕉叶变软 也可以烤出香蕉叶的香气 倒入刚刚搅打好的辣椒泥 炒至香气出来 或是炒至少10分钟左右 倒入素油扎碎 炒一炒 加入黑糖 适量的盐 适量的胡椒粉 炒均匀 倒入椰丝 翻炒均匀 炒至香气出来后,取出备用 炒至香气出来后,取出备用 在香蕉叶上铺上一层薄薄的糯米饭 在糯米饭中间放上香辣椰丝 卷起来固定好 我们也可以用香蕉叶的茎 将旁边被按压出来的糯米饭 再按压回去 然后用钉酥鸡将旁边两边都钉起来 最后在平底锅里倒入少许的油 放入包裹好的糯米饭 用中小火煎至表面稍微有点变赫色后,取出 这样我们的香辣虾米糯米卷就完成啦 香辣虾米糯米卷是马来西亚娘惹糕点里 非常特别的一个糕点 嗯?为什么说非常特别呢? 因为一般上传统糕点都是以甜香为主的 而这个香辣虾米糯米卷是传统糕点里罕见的 带有辣味的糕点 这个糕点在马来文称作为 Renba Udang 我在外面看到的Renba Udang 有带点蓝色的哦 对,有些人会将糯米饭分成两份 一份是原味的糯米饭 而另一份他们会用纯天然的兰花汁 来染成蓝色的糯米饭 哦,原来做法那么简单哦 对,最后呢我们要烤这个糯米卷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烤箱或者是炭烤都是可以的哦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想要关注学习的料理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动态 这里是一栏食堂,我是小兰 我们下期见,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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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